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说什么 说热度 不是天气的热度 是新闻联播的热度 联播连着上微博的热搜网 又圈了一波粉 首先我得说粉联播 你不也不 大家都赞我们总台的国际瑞评 最近对美国对的金句不断 从奉陪到底到令人喷饭 从直尺嚼食棍到讥讽怨户心态 也有很多朋友问我 播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痛快 特别过瘾 跟您说实话 播的时候没想这个 想的就是怎么体现出 堂堂正正中国的立场态度和气派 中国一向是讲道理的 中国的媒体也是讲道理的 对事不对人 可如果美国一小撮人 总是兴风作浪的话 那对不起 对事也对人 对得你灰头土脸 对得你牙口无言 而且对的时候 我们始终气病神仙 大家也在感叹说 新闻联播好像不是过去 那个新闻联播了 只有得纠正你 新闻联播还是那个新闻联播 该高大上 绝不低姿态 该接地气也绝不端架子 这样的联播是不是 还得上去谷歌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